2000年1月,在克林顿县之前,五名联合国常任李世国首脑,碰面拍了一张合照。 为了拍这张看似偶然的照片,据说江泽民费尽心机, 视线让外交部去找关系打通关节。 一,要安排和内四大强国领袖合影。 二,将要站在五个人的中间,表示其位世界领袖的核心。 这个愿望的实现有相当难度,即使四大强国领袖同意与江泽民合影,也轮不到他站中间。 于是只好一层层史上前去收服负责大会安排的人,通讯社,并具体落实到人头。 真到了那天,摄影师提出要拍一张大家把手搭在一起的照片, 没有手脑知道是怎么回事,都很高兴地把手搭在一起, 谁也没有注意到,别人站在什么位置上。 也不在乎别人站在什么位置上。 而江泽民按照事先讲好的,悄悄站在了中央, 左边是英美手脑布莱尔、克林顿,右边是俄法总统普京和希拉克。 由海外媒体报道,江泽民为了这张图片,足足花了中国那税人50万美金。